夏天到了来一杯清凉的奶茶真的好消暑 但是切记千万不能够喝多 因为大陆有一名男子日前突然痛风发作 脚趾和手指的关节突然瘴起 张满好大一颗痛风石 痛得他连走路都无法行走 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原来就是因为他一天喝一杯奶茶 导致体内过多尿酸 医生表示现在年轻人爱喝手摇饮又不爱运动 就会增加痛风的风险 这次经历后也让男子直说 之后不敢再喝奶茶了 而说到喝奶茶大陆痛风发病个案 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 青少年出现痛风也很常见 医生说如果发现关节出现红肿发烧疼痛 可能是痛风急性发作 如果吃太多高瓢零食物 例如红肉海鲜动物内脏等等 会积压太多尿酸 导致肾脏来不及排泄 令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软骨